麦汁人的同学们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入load.js的一个学期 首先今天第一节课里面 我们会对load.js的一个概念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我们要知道在这节课里面我们要知道什么是load.js 以及在各个平台上怎么来搭建一个load.js的环境 这里详细的步骤我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后面我们会对load.js的一个 特点以及它的发展情况发展现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是js 那么这里我用图形的形式给大家演示一下 解释说明一下 js 在我们前面我们已经用得过 可能已经用得过 那么它全程叫什么JavaScript 这么一种语言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js代码它只能运行在哪里 运行在流量器段 它需要我们流量器来执行的 并且我们知道这个js代码它是一种什么呢 它是一种解释的语言 解释的语言 什么是解释的语言呢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C和C++这两种语言 它要执行的话 它必须把原代码通过编译 生成对应的操作系统所能执行的2014代码 它才能执行 而我们的js代码它不一样 它是通过什么呢 它是通过我们流量器直接解释就执行的一种语言 所以说它不需要编译 并且它在Dentor运行环境里面 它也不能执行 它必须要通过流量器来执行 那么这个流量器 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种 比如说我们这里列解一下 有IE IE 以及火湖 还有谷歌流量器 Chrome 苹果流量器Suffer 这么多种流量器 我们知道在开发一种语言 开发一个js代码 它就能够在不同的流量器上面执行 那这个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讲到这里 我再讲一下这个js代码的一个发展室 在早期啊 这个js代码是由网警公司开发出来的 网警公司 它开发出来的 当时它想为它自己的一个 自己生产的一个流量器 叫导航者 想为这个流量器开发一套 执行的脚本语言 实现什么呢 实现一些简单的表达验证 当时网警公司开发 就开发了这么一个一个脚本语言 当时一个javascript 不叫javascript 它叫什么呢 它叫livescript livescript 由于当时网警公司跟上公司 也就是现在我们熟悉的java开发商合作 它借鉴了一些什么呢 加了一些语言特点 所以说 这个网警公司就把这个livescript 改成javascript 这就是我们javascript的一个由来 当时这个微软公司它也 意识到这个web这个方向的市场潜力巨大 它也想占一块市场 那么这个时候它也针对它的iV开发了一个什么呢 开发了一个脚本语言叫做javascript 这种语言 它基本上和这个javascript的语法很相似 很相似 基本上就是从那边copy过来的 当时这个网警公司由于这个 呃 这样的市场 和这个IE竞争相对来说比较大 它于是把这个加速的代码 贡献出来了 开源出来了 贡献给谁呢 贡献给我们这个 eCMA 这么一个 标准措施 让它来把这个 目前的所有浏览器的一个什么呢 揭示这个脚本语言的那个语法 规范化 啊 所以说随着这个时代发展这个 技术发展啊 慢慢慢慢这个揭示代码 就成了成为了这个什么呢 我们这个前端浏览器的一个 标准的一个一个语言啊 标准的一个脚本语言 那么所以说现在很多浏览器啊 包括是以前的IE 或者是谷歌或者是Suffer 它是什么呢 它就逐渐的开始 完全进行这个标准了 所以说 我们这个一个JS代码 为什么能在不同的浏览器上执行 就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我们遵循了这个ECMA 标准的一个JS的语法 好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浏览器啊 它是遵循这个标准来执行 我们JS代码了 那么这个浏览器它是怎么执行的呢 那么这里我们要收到 这个浏览器的解释 解析这个JS代码的一个东西 它叫什么呢 它叫做JS引擎 我讲这里啊 JS引擎 也就是说啊 我们每个不同的浏览器 它要执行我们JS代码 它都必须要有一个模块 来解释我们JS代码 那么这个不同的模块 在不同的浏览器它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 AE的那个引擎它什么呢 它叫做Takura Takura 而这个火狐它的那个JS引擎叫什么呢 Speeder Monkey 这个Chrome的它的JS解析引擎叫什么呢 V8 而这个Suffer的它的解析引擎叫做 Letter 所以说不同的浏览器啊 它的解析引擎不一样 但是它遵线了什么呢 遵线的标准都是ECMA的标准的 所以说它能解释我们同一个JS代码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浏览器实行 我们JS代码它解释的时候 它需要一个解析引擎 而且不同的浏览器啊 它的解析引擎还不一样 还有就是这个同一个浏览器啊 它不同版本它和解析引擎的名称 也不太相同了 这里我们就简单列出这几种 这几种啊 它其实有些浏览器它还有其他其他种类 这里我们就不深入研究了 那么 我们知道这个JS代码 它只要通过那个JS引擎解析它就能执行 那么这个JS代码可不可以脱离这个浏览器 在外面的环境来运行呢 于是啊 就有一个人叫什么呢 Randar这个人 他在想啊 我能不能把这个JS代码 放到服务器端来运行 当然我们这个 刚才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前端 前端那个浏览器端执行的 前端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JS代码放到后台执行呢 就是让它充当运动后台的编程语言 于是啊 这个Randar就在想 这个人啊 Randar 这个人就想 我能不能把这个JS代码 把它那个解析引擎脱离出来 脱离的乱七 然后在任意平台上都可以什么呢 都可以当中运动语言来执行 那么这样这个JS是不是可以在后台运行呢 啊 于是他想到 你这个JS 要执行的话 你必须要用引擎啊 但是 这个开发一个引擎对他来说啊 这个成本太高 于是他他就什么呢 借助于这个 V8引擎啊 谷歌的V8引擎 在这个基础上 那什么呢 那进行一系列封装 使他 使这个 Chrome 把这个V8引擎脱离出来 专门执行了这个JS代码 而其他东西它还是不变 对这个代码进行的一系列封装过后 那么我们的JS 是不是可以在后台执行了呢 但是啊 这个 倫达尔这个人啊 他为什么不选择其他那个引擎 为什么选这个Chrome V8呢 因为这个Chrome V8 它执行JS效率 所以 是这个所有引擎里面 最高的一种引擎啊 所以说这个软道 选择这个 V8引擎 它是 对于这个性能也有考虑的 那么 它对这个V8进行了封装 封装过后它生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生成了一个运行平台 就是我们的JS运行平台 它叫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 要学习的Nodex 也就是啊 现在我们这个Nodex 它基于V8 开发出了一个JS的运行平台 那么走到这里 我们就知道 什么是Nodex了 那么这里啊 我先把这个图保存一下 Nodex 保存 保存完 保存完过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这里文档上面啊 它怎么来解释个Nodex的 首先看看概念 Nodex是一个基于V8 引擎的建立的JS运行平台 这里也就是印证了 刚才我们那个 Randau这个人 他把什么呢 他把我们这个V8引擎啊 脱离出来进行了封装 然后使得什么 JS代码能够脱离浏览器来执行 它封装这么一个平台啊 用于搭建响应速度快 意义扩展的网络应用 这个 选用速度快 意义扩展这个 怎么来体现呢 在后面我们写代码的时候啊 我们知道这个Nodex代码 它 要做一个Web应用 它很 很快捷 它不需要你自己写一些很复杂的代码 因为这个Randau这个人 他早就已经封装好了一套库 我们直接进去一套库 就能开发出 我们对应的网络应用 就要开用的啊 Nodex是事件驱动 非阻塞4IO使得起轻量和高效 这个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们用Nodex来开发 它是基于事件驱动的形式来实现的 是非阻塞4IO这种模型 来使得开发我们这个代码的 那么这个事件驱动和非阻塞4IO 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我们在下面具体详细介绍啊 这种拓点啊也是我们学习Nodex的一个理由啊 它开发出来的应用啊 轻量高效 指引效率比较高 这就是我们的Nodex Nodex Nodex它从那个2009年开始 2009年5月开始啊 这个Randau就在Github上面 发布了这个第一个版本Nodex 那么在这个发布了过后 Nodex就有些人在基于这个平台来做了一些应用啊 那么那么2009年那个11月的时候 好那个2010年10月4 2010年4月啊 在这个两届那个Github上面 都安排了Github上面 也从这次开始啊 这个Nodex逐渐被大家所认识 被大家所了解 到这个 2010年底啊 这Nodex又获得了什么呢 Johnette这个 云聚算服务商 他也有支柱 啊 由于是这个 创始人啊 Randau 他就全身心投入 JS的开发 到2011年7月啊 这个Nodex在微软的支持下 发布了Windows版本 所以说这个是简单介绍一下 Nodex的一个发展史 时间很短 但是 从这里可以看出啊 这个Nodex它的发展速度很快 目前也是 后台变成语言中 比较火的一种语言啊 好 那么这里我们 接着介绍一下 Rodget是一个特点 Ebo IO 这就是Ebo IO啊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非主持Io 那么这个什么叫Ebo IO呢 这里我们来详细解释一下 啊 这个Ebo啊 是个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我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的爸 叫你今天要做一些事情啊 比如说你要做饭啊 洗衣服 还有那个扫地 以及扫开水 等等一系列事情啊 那么就你一个人来说 你是不是一件事一件事 挨个挨个做完的时候 你才接着做下一件事啊 那比如说你扫我开水 你是不是还扫地啊 扫完地你然后再来煮饭是吧 煮完饭你可能再做其他事情 啊 那么这个过程 我们把它叫什么呢 叫做同步的过程 啊 这个过程我们把它叫做同步的过程 就是做事的时候 一步一步做完 再极端往下做 那么这样 这样的话是必会什么呢 降低我们做事效率 啊 因为你做做件事 你必须要等待 等待做完过后再做另外一件事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懂得合理安排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办 我们在烧开水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扫地 因为烧开水不用我们烧嘛 只需要把水放好啊 放到那个灶炉上面 它自己就会烧了 然后我们去做其他事情 比如说扫地 或者是洗衣服啊 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做 那么这样啊 在不同 在做做完的同样的事情啊 但是我们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啊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用下面 后面这种方式啊 肯定会时间用更短 效率更高 而你用前面那样同步的方式 它效率更会更低 做同样事情 它效率会更低 那么这个后面这种事情啊 我们就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一步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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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做事情的时候 可以同时分开做几件事情 当你这个事情在做的时候 不要不需要我这个 完全这个手把手拿到这个东西来做 那么我就什么呢 我就接着做其他事情 我有空起来的话 我就接着其他事情 所以说这个就叫一步 那么事件已毁掉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你想一下啊 那么你如果你采用一步的方式 来做事情的话 它效率会很高 但是你同时你只能做一个事情吧 对不对 比如说你那个烧开水的时候 你虽然说你这个不用你 不用你守在那里啊 但是你去扫地了过后 你这个水烧开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呢 就这样的事情做好了过后 我怎么知道呢 于是啊我们可以想一下 在这个水壶上面啊 刚才放一个小喇叭 当这个水烧开了过后 它会冒蒸气啊 当这个蒸气吹向这个喇叭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个事情做好了 这个水烧开了 我们就可以接着做烧开水过后的事情 那么这个事件已毁掉就是 当这个水烧开的时候 它会以事件的形式来通知你 会以事件的形式来通知你 我这个事情做好了 你可以来把这个水装好 或者是干什么其他的操作啊 而这个回调是什么意思呢 回调就是 当它事件发生了过后 它会通知你 那么你在装水这个过程 就是在回调 就是在处理这个过程了 就是处理完这个 撒开水过后的结果 这个就在回调 当然这个我们后面也会 用代码来讲解啊 这里只是形象来举个例子而已 好 单线层啊 这一点是 nologe 是 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 它的单线层使得它可以什么呢 可以 开发出高销的这个 呃 后台应用啊 就是我们的网络应用 呃 这个什么单线层啊 还是用刚才那个例子啊 你爸叫你做很多这件事情啊 如果你不懂得合理安排时间 你只能同步 那么同步的时候 你可能会这样想 我叫我几个小伙伴 来帮我什么呢 帮我做这个事情啊 叫个两三个小伙伴啊 一个帮我烧开水 一个帮我扫地 一个帮我那个煮饭 啊 这样操作的话 你想想啊 在同个时间段之内啊 就有多个人来什么呢 就有多个人来帮你做事情 这种操作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多线层操作 就是同一个时间段 有多个人来做事情 叫多线层操作 啊 那么多线层操作 它有一个缺点啊 什么缺点呢 就是你请进这些小伙伴来 帮你这个做事情啊 你肯定要考虑一下人家是吧 那么你势必会 花费你一下你这个 呃 零用钱是吧 啊 你肯定要给他买点好吃的东西 来考虑一下你的小伙伴是吧 那么如果你这样 你又不想 花你的钱啊 但是你又想把事情做好 那么你只能怎么办呢 只能按照刚才我们同步的那个一步的方式 啊 就是你一个人做 要提高效率怎么办呢 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也同时做其他事情 好 那么这就是单线层啊 就是一个人做事情 跨平台 这个不用多说 目前我们都在介绍啊 在mark 系统上 windows上面 和那个 linux 这些平台上面都可以运行 它已经开发出了对应的什么呢 对应的运行环境了 啊 这个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 对于这节课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多 那么我们把这个内容分为三下两部分来讲 那么待会我们接着讲下部分 这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